OK好大家好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是我們ALFA的部分 那我們介紹的是我們環景的部分 我們先把方向盤轉到 這邊的話是我們ALFA的一個按鍵開關 我們按一下之後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儀表板開始在旋轉 他會有兩種方式可以呈現 就是說360度環景 你看他按了之後他現在以車身的部分 他做一次環景的一個 讓你知道 然後這邊來講一樣按第二下呢 他可以變成一個 從上方俯看您車子的位置 還可以這邊暫停 那我剛按到了 那再按一下 那這邊的話一樣我們可以從這邊暫停 你的側面 你的正前方 包括你的一個側面都可以從這邊去看得到 我們環景的部分 有一個是從裡面看的 一個是從上面俯看的 那也可以在這邊暫停 那我們再按一下的時候 他就會跳開 那我們再按一下他就會進到我們的環景的部分 那我們點上面他就會回到我們可以選擇 他的顏色啦 各方面都可以在這邊做個選擇 包括他的一個顏色配置的部分 可以在這邊做選擇 不用的時候我們一樣把它再跳出來 他這邊就可以看得到我們360度環景的部分 他就可以從這邊看得到 他停了 再轉的部分 這是360度環景的部分 當你如果說有打倒車 或者是說行進間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現在行進間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黑黑的 這個地方就讓您知道他的正前方 那包括我們車子360度 車子有沒有停正 可以從這邊看得到 那再過來的部分來講的話 如果你打倒車的時候 他會出現倒車的部分 包括你的方向盤有沒有正 你可以看到他的脫腳線 車子可以看到有沒有轉正 你可以從這邊上面看得到 那再過來他包括旁邊的按鍵這些都可以調整 他不同的角度 最後面的部分 影像比較接近的部分 包括360度 可以從這邊做一個切換 那這是行進間的時候 當你如果30以上螢幕 他就會自動跳開了 那您如果說 像我們點AUTO的部分來講 他就會有一個AUTO開啟跟AUTO關閉的動作 那再點中間這一個呢 右手邊這個 他是我們的一個角度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兩邊角度 可以看得到有沒有轉彎之類的 他會有線條出現 他會有線條出現的部分 他可以在上面做一個切換的部分 然後這個一樣 側面兩邊的一個畫面 一樣按我們的一個開關的部分 按我們的開關的部分 就可以做切換了 你看 每按一次就是一個功能的切換 側面還有我們的一個 又關閉了 那上面這邊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們360度環景的部分 他的功能的配置的部分 如果說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再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針對環景啊 前方後方的一個影像的切換 到車的時候有到車的影像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不清楚的地方 包括這個線條都可以改變 現在這個可以改變了 你可以在這邊去設定 不同的一個影像的部分 旁邊還有他鏡頭的位置 都可以做調整 那以上是我們alpha的一個 360度環景的一個按鍵 及功能的操作 如果有不清楚 可以再看一下我們的功能操作的部分 那感謝各位的觀賞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一下 謝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